第四天 使得我国海水对虾养殖遭受了重创 从2010年到2016年 仅仅6年时间 总体产量就下降了30% 一旦得了这种怪病 整堂对虾就没救了 更让人恼火的是 生病以后对虾一点症状都没有 就偷偷摸摸的死去了 这些年养虾人是时时担惊受怕 整个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